小孩得了急性肾炎治愈了 那么以后他还会复发吗 这是我特别想重点讲的一个问题 儿童的不管是肾炎还是肾宗 治疗从大的方面就分这么三块 第一是堵住蛋白和浅血 这是人们都知道的 就是抗炎 它的表现就是尿里边有蛋白和红细胞和浅血 所以这是积极地控制蛋白和浅血 就是抗炎这是必要的 然后第二方面 就是为什么漏蛋白和浅血 用激素免疫之际当然能堵住 能让它减少或者消失 但是为什么漏 为什么蛋白和浅血会漏出来 这就说明滤滚膜受损伤 或者肾脏里边的固有细胞受到损伤了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 一定要修复好受损伤的绿过膜 或者肾脏细胞 然后修复好了还不算晚 还不算 对 因为这只能达到临床之余 蛋白前血转因 肾脏的病变 就是病理改变修复 第三个 为了避免以后复发 所以一定要把免疫力提的 调整到一个正常范围 这样才能 既要能达到临床之余 所以又避免了以后的远期 反复的发作 感谢观看